印尼三佛系航空一架波音737-524型班机9号失事 坠入印尼首都亚加达附近海域 印尼出动53艘船及20艘扫艇搜救 陆续巡货飞机残骸及乘客物品 也在12号傍晚巡货其中一个黑盒子 国家搜救总署署长巴古斯召开记者会向外界说明举出 飞航资料记录器能揭露事故原因 但判读资料需要两到五天的时间 他也表示飞航资料记录器的外观看起来不是很完整 他希望大家帮忙祈祷判读顺利 这架班机原定9号从雅加达飞往西加里曼丹省的首府昆殿市 不料起飞4分钟后这海 机上载有12名机组员及50名乘客 目前巡获16个师代及3代乘客物品 也已取得40个罹难家属的DNA样本 将进行比对以确认罹难者身份 而搜救行动至今仍进行中 印尼总统左科威以指示 必须尽速找到罹难者的残骸 确保家属权益 并找出事故原因 以改善对行安全 中央社记者石秀娟 亚加达报道